過年了,黃師傅,你要幫我們做什麼菜? 做米酒雞 米酒雞? 米酒雞? 這個好名啊 那是不是有好東西吃呢? 要走快兩步,米酒雞起司 首先要找靚雞 要什麼雞? 本地雞 本地雞? 即是佛山這邊的雞 即是祝日子的,夠180天才拿出來吃 然後用什麼酒呢? 用夕溫,肉冰燒 哦,好啊 看看 肉冰燒是嗎? 是 再加一些酒 那裡面除了酒之外,還加了什麼? 鹽尼 鹽尼醣 拌一下 這麼簡單就拌一下就可以了? 加一點薑蓉 薑蓉就披一披一些腥味 這個水是不是又是山泉水? 還是什麼水? 大多是山泉水 對 如果沸騰起上來,就要5分鐘就要用了 然後就連環一點 哦,錄就要5分鐘左右 這麼快就行了? 可以剪片 哇 但是醃製的過程呢? 醃製了多久? 醃製了 5分鐘也行 5分鐘? 哇,這樣好像很簡單 小塊 對 就是這樣用清水滷個雞就是這麼簡單? 山泉水 用山泉水來滷 那酒是什麼時候才要加呢? 差不多 差不多,醃製才放酒 不然有點苦 哦 即是說,如果加早了 酒煮了之後 會有苦結味? 對 又揮發了酒味 哦 因為有一路是去到慢火 嗯 那它有醃製 嗯 那為什麼要慢火呢? 你大火煮的雞鞋 哦 就煮煮煮熟 雞就會滑一點了 嗯 煮起就可以了 立刻放火 哇 哇 嗯 淡湯一定會好好喝 哇 這個時候加上這個醃製 這個是重點 這個醃製是綠酒 是 哇 不要留那麼多 我跟奇奇會醉的 不會醉的 不會醉的 但是你加了一整三分之一 那麼多 那如果我開車的朋友 是不是不可以 就是吃這個醃製 它一煮起就揮發了 哦 哦 就是酒精就揮發了 就是留下那個香氣 是 一走會有香氣味 在家裡做的 同方便又快 嗯 我看到它的做法 其實也是很簡單 是 只要有隻靚雞 加上靚山泉水 還有肉冰燒 就可以做到 是啊 其實你留意一個問題 我們廣東的飲食文化 為什麼可以引導全國人 其實廣東美食 其實廣東最重要 其實廣東最重要 就是 我講廣東美食就是 清鮮 嗯 這個 純爽 甜 剛剛你的酒就是回甜 所以這幾點出來 就是 我們這道酒 跟廣東美食 是完全相輔應的 清和硬 因此我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廣東的企業 一個廣東的老字號 中華的老字號 一定要把這種精神 把我們大灣區這種文化精神 要全遍去全國 全遍去世界各地 關Sir 這個寶 我和欣妍一起煮出來的米酒雞 沒錯 今天人日的米酒雞真的不錯 對 大家都撿過米酒雞 對 廣東人知道 真的是米酒雞 對 最重要是耳頭 因為米酒雞在我們客家 因為我客家人來的 客家很喜歡用酒粥來煮雞 跟這個香氣差不多 但試下去是怎樣 會特別不同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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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客家是用米酒的主意 這款它的特點是用肉冰燒 對 肉冰燒 因為它是首先煮了之後 會放一些酒 在煮的時候 其實酒的酒精會飛發 問題是它的酒香會流通 在湯裡 所以你喝起來其實是有些酒香特別 那種香味很吸引 問題是 酒香好像沒有酒到的 這個就是它的特點 第一個 第二個 它對這個酒煮的 它對肉有最大的公然 你看 你吃這個雞肉 雖然雞肯定是煮雞 它還有一件事就是 濃郁的感覺 非常突出 因為我剛才跟阿琪的研究 其實在家裡也可以說到 只要有美麗的雞 還有美麗的肉冰燒 如果要美麗的肉冰燒 只要美麗的肉冰燒 只要美麗的肉冰燒 好 這樣怎樣 這個呢 嘩 那種口感 是 雞湯 如果加了少許肉冰燒 是零食 那種釣香 是不別的香 而且它的香 是一種清香 所以這個湯 是越喝越想喝 而且真的女人很適合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吃 其實這個米酒雞 我只聽過名字 我已經是很吸引的 因為喝完它之後 我覺得真的好飽的感覺 因為裡面不單止有雞 還有酒 還有一些杞子 放進去一起煲 所以我覺得無論男士女士 也剛剛有 今天兩位女主持 做了這個米酒雞 是我拍了這麼多集 金筷子以來 這個真的最像樣 其實我拍的時候 看著兩個主 你兩個雖然不需要 落手落腳 是太簡單的 但是我相信你兩個 回到家裡 很容易學到主